每一次要講課之前,我感謝你的講課 第一個是,今天我來介紹人,葉教授 如果他沒有跟我講的一股療法,我根本不可能會接觸到 這個一股療法 所以每一次我講課都講一句,看我跟一股療法結這個善 第二個我要感謝的,已經不在原世了,中景中教師 在座也有,應該很多人都認識,都聽過他的名字 認識他,認識他,所以一股療法 我跟一路走來,給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就是葉教授之外,就是中演中教共 中教甚至把他女兒,都送到我那邊,學習一股療法 他為什麼學習一股療法呢?他說呢 我給我的女兒,再多的嫁妝,都要弄我的 但是呢,我在學習一股療法 不僅呢,他自己得到健康 他的結婚之後呢,他先生呢,小孩呢 都會照顧得很好的健康 甚至於呢,他可以把他的公公婆婆弄得很好 那這樣的話呢,公公婆婆健康呢,就是他最大的性能 你看現在很多的家庭呢,因為呢,那些兒女少 以前兒女多的時候,大家可以輪流去照顧啊 今天兒女都少了,有單的,有雙的 但是呢,大家照顧起來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平常就把你的公公婆婆婆呢,照顧很好 那就沒有什麼健康問題啦 對你嫁出去的女兒,不是很大的一個秀吉嗎? 所以說呢,宗教授,他是一個非常明智的人 他擺一股療法 你能不能讓他女兒學習 讓他女兒呢,再一嫁到美國去了 聽說,那個婚禮很幸福啦 這是我開場的一段話 另外呢,我們三人講,那個太極拳 這個,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這個齁 那另外,前進後退是不是? 我就是前進齁 今天我講的主題呢,跟大家手上的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講的話,不是那個... 兩個鐘頭 這個講成八個鐘頭 所以說呢,我本來簡約 但這個資料呢,大家可以參考 好不好?可以參考 但我講的主題,最主要是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呢,我是借用那個葉教授呢 他使用的一個標題 他呢,一直是在那個... 他講的健康是醫生的投資與學習 所以葉教授常常講健康呢 是不是那個平空了 跟午餐不是白吃的一樣 一定你要付出你的什麼? 時間來 來學習 付出時間來之後 做一件為你的健康促進的工作 那我們只要講 健康呢 身心所有的經驗都會增加或減少健康的條件 有些條件是可以控制的 有些只能靠迷補 靠事後的迷補 我們有自我健康的本能 但要先認識哪一些干擾健康的因素 遠離之或確除 然後呢,提升加強康復的功能 也就是說 健康必須要什麼? 主動、積極 像各位一樣 康復啊呢 就這麼主動、這麼積極 來做一件什麼? 健康的經驗 健康是需要是經驗 那乾擾健康的因素呢 有很多啦 有蒂西泥的關係 有長期單側的日常動作 或者呢 照顧身體呢 左右前後不平衡 艾迪生啊 在一百多年前 他講過這麼一句話 認識艾迪生的手舉起來 讓我看一下 你認識他喔 你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你不可能認識他 他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他講過一句話 說未來的醫生呢 不再開要補患 教會患者 注意的話 其實骨骼結構的平衡 最重要的 他還講說 當你健康出眾的時候 要補充一些營養素 但最健康要知道一件事情 生病的原因 要加以預防 所以說 他是預防醫學前驅喔 現在 現在的預防醫學前驅 當我們眾所講的一句話 有什麼 上醫治未病 就是那個預防醫學的概念 那醫護療法 他有三個醫學的概念 第一個 叫做 預防醫學 你還沒發生到 像各位這樣 你健康狀態的時候 有機會來學醫護療法 讓 知道醫護療法 能夠來保養你的身體 那就是 預防 但不幸啦 你就發生了 療傷被痛啦 側彎啦 長短腳問題的時候 怎麼辦 你就可以來做 醫護療法治療 但醫護療法最大的驚訊在哪 就是 預後保健 怎麼預後保健呢 當你治療好之後呢 有很多人會在重患重患 比如呢 在外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 整骨 整肌的 他管什麼 他管管他 他不管肌肉 管韌帶 有些人是按摩 推腦 他做什麼呢 肌肉 韌帶 他骨頭他不管 所以說呢 你經過他的治療之後呢 不斷不斷的 還要重複去找老師 去找你的 所謂的師父 所以說 就造成一個問題 你不斷的浪費很多時間 浪費了 你爭錢 不斷的去做 所謂的 這個 健康的 恢復 或者是健康的 治療 所以說醫護療法 他是三個醫學 預防醫學 治療的醫學 還有最重要一個什麼 預後保健 我希望呢 大家有機會 來共同學習 當然今天只講的一個是 比較概略的介紹而已 當然啦 我們還有什麼 很多是壓力 工作的壓力 中競爭的壓力 那不想習慣 抽菸啊 喝酒 過度滿路 現在所謂的 過勞食 還有呢 物質上呢 水 現在還應該加上 飲食上面 還很重要一個什麼 油的問題 對不對 另外的環境呢 電磁場 這個電磁場就是 葉教授啦 他的專門啦 我 二十年前 我就一直掛著他 誒 這次掛著翅膀的 你手上我看一下 還是有很多人在掛 上上個禮拜 葉教授講的那個課 大家有沒有來聽 應該掛這個 我掛了 今年掛第十八年 我跟葉教授認識之後 我就一直掛 不是 今年是第十九年 第十九年 當然還有要害 所謂的 常常講西藥 西藥它只有三個功能 西藥它是化學 所以它只有三個功能 這什麼 壓抑 控制 跟舒 壓抑 你咳嗽呢 都把你壓下來 不知道你咳嗽 但是咳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呢 我們身體 如果有細菌 到我們氣管裡面 身體的時候呢 我們的白血球呢 跟那個病菌 病毒戰爭之後的 剩下的什麼 屍體 從那個什麼 氣管之內 要把它排出來 那氣管裡面 有很多的先忙活動 所以呢 活動劇烈的時候 你就感覺什麼 咳嗽的問題 為什麼 它坦太大了 沒辦法把它推出來 就磕瘦的方法 把它吐出來 但是呢 你把它壓抑下來 先忙不動呢 彈能夠排得出來嗎 還不出來 所以造成 很多的即便 本來這一個禮拜 就快好了 就拖了半個月 甚至一個月 又是這裡明明的 控制 現在很多 所謂的三高 對不對 又是什麼 血壓高 什麼 血糖高 還有一個什麼 高血壓 高血壓 所以說呢 我們來講高血壓 西醫會給你什麼藥 脊血壓 壓一下 控制起來 對不對 控制不要飆高了 糖尿病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控制 另外一個舒緩 你疼痛 醫生會給你什麼 抗生素 止痛藥 壓抑 舒緩 舒緩 並不是真正的抉擇問題 有很多的痠痛 尤其腰痠背痛 並不是只有肌肉 還有骨骼的問題 我們今天會講到 所以說 你要加強健康的功能 你就要 要有好的抵抗力 能力 來愈合力 今天愈合力 就是 今天要講得出的 所以說 要認真要狠 一定要有什麼 生活和規律 正面的思維 開懷大笑 在那個三總院裡 黃貴帥 黃醫師 他就推广子 笑笑 另外 我看到講 反而複製的良心 這非常重要 讓你學藝 不要 帶什麼痠性 帶有弱性性 這個就是我們吃法的功效 當然還有一個 所謂 伊古斯底群 還有什麼 做適當的運動 保養 還有什麼 氣功打太極拳 剛才那個 標語的時候 打太極拳 那一位 那個一百零三歲 一百零三歲 還能打太極拳 厲害不厲害 來 夜間要寒睡 這個講到夜間寒睡 我要講到 那個夜 宗教授啊 生前來講過了一句 明言 就是什麼呢 人啊 要三從 要四得 那三從呢 從不生病 從不失禮 從不疼痛 或不酸痛 四得什麼 吃得 吃得下 什麼 拉得 拉得出來啊 現在人很多的問題 就是便秘的問題 還有什麼 睡得 晚上睡得好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什麼 閒得 不能夠走路 你活了一百歲 不能走路 躺在床上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 再來 還有一些十兩的問題 這個剛剛我們就講 那個 一百多年前那個 那個 愛的聖鬥樂場 這個問題 來 再來一個 身體 這肢體的不平衡是 疼痛跟 我剛才講 疼痛 因為 是虎腳不平衡 對 雙腳 站立在 人類啊 自從 兩腳站立 之後呢 腰痠背痛 就是人類的疏忽 很多的問題 但站的時候啦 睡的時候啦 還有什麼 都會受到地獄的影響 造成心力 主要成為不平衡 那位 一骨共的先生發現了 因為 人啊 需要 站立 所以說 當你的兩隻腳 有發生的 長端腳的時候 就會讓你的骨盆彎起來 好 骨盆呢 坐在上面的那個什麼 脊椎呢 就是受帶影響 產生什麼 側彎 或者痕癌症 骨盆節剛才我講的 會轉位 轉位就是 一個問號 兩肚子 這一個人的啊 一個圖 這樣看得到嗎 後面 一個人啊 最重要的 支撐上半身 是靠什麼 這兩個支點 這所謂的 髖關節 那兩個點 支撐整個上半身 他支撐整個上半身 大家看這裡 有沒有 那個很髖關節 那髖關節的支撐上半身 但是呢 它是一個什麼 褲舊關節 一個褲就是 有沒有 我們倒那個麻糬 有沒有 倒米那個叫做褲 一個叫褲 底下是什麼 褲 上面那個什麼 褲的那個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好 我們的髖關節 剛好是一個褲舊關節 他的骨骨頭呢 這骨骨頭 那三分之二 是在髖關節裡面 三肢在外面 所以說呢 他雖然是很穩定 但是呢 他容易造成轉位 因為這個髖關節 他有三個活動的環境 一個是什麼 當你走路的時候 是前進後退 另外呢 他還可以左右 還可以整肢的旋轉 這所謂 他三個活動的方向 前後動 左右動 還有整肢的旋轉 我說可以這樣 整肢叫旋轉 他呢 雖然是很穩固 但是也很容易什麼 因為什麼 外傷 創疾啦 跌倒啦 造成什麼 不當的拉扯 脫位 也容易造成了轉位 你在講那個轉位 那轉位呢 那轉位呢 就是你的鼓鼓向外開掉 內轉就是向裡面跑 這個標準的角度應該是什麼 內轉30度 向外開45度 但有些人呢 外面開得太大 尤其你看有些人 外八角 那就是他開得大 軸路啊 腳開開的有沒有 外轉出去 內轉呢 就是往裡面跑 另外還有呢 他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外開啦 我們講的外開 外開 在一股之後 他整個叫外轉 他整隻腳這樣旋 向前面旋出去 向前面就旋出去 還有一個向後面旋 當造成外開 或者內轉 外開 整個叫外開 內地的時候呢 會造成長短腳 當這隻腳 他是什麼 向外開 向前旋 他就是長的腳 腳會變長了喔 另外呢 他向內轉 向後旋的時候呢 他會造成什麼 短腳 一長一短 可以差到四短腳 但是有人講呢 髮髮節 不一定是 乖乖的一隻腳外轉 一隻內轉 也許兩隻都外開 但是開的那一隻呢 比較長 內壁呢 就是內壁 多的那隻腳 比較短的 長前之下 另外一隻腳就變長短 所以我們很多人啊 兩講 不是什麼 長短腳的問題 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知道 你長短腳 會造成一個什麼問題 我做一個試驗給大家看 當我的左腳是什麼 向外開的 向外開的時候 你的骨盆會向上提 向外開啦 向上提 我向前旋 他會向中旋 連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人呢 有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要做什麼 治正的重要 他會想把它弄平衡一點 向上提 向前旋的時候 他會治正 一拉過來 結果呢 這劍把我下掉了 那骨盆在上面 所以產生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 脊椎是什麼 坐在骨盆上面 當 你身體歪斜的時候 那脊椎就跟著 產生側彎了 當時有旋轉的時候 就這樣子扭動了 就這樣子前左 或者後左 所以說 在我們正確講的 側彎症應該是什麼 側彎的什麼 側彎 前彎 或者後彎症 他不會單純的 只有側彎 他一臉骨盆會骨盆 為什麼 你的髋關節有轉 有鮮味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 當我們的 脊椎產生側彎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啊 脊椎呢 兩側有什麼 三十一對神經 那神經呢 受到癢後 就會造成 很多的內科的疾病 所謂的 左腳腸的時候呢 那是什麼 消化 泌尿生死 等一等會 大家看譜片 右腳腸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 呼吸跟血緩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 髋關節 他會不轉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有先天的啦 先天的很多 不是先天 我把這一點 跟大家說明一下 當我們的 腸腹啊 進去那個 腸房的時候 小朋友伸下來 醫生會做什麼工作 小孩子不哭的時候 小孩子不哭的時候 打屁股 打屁股 打屁股什麼 放在屁股 這樣打嗎 就抓起來 對不對 但是 一件很重要的問題發生了 如果那個醫生 腹事不小心 我們小朋友的腳沒有抓好 所以抓到一隻 另外一隻沒抓到 就產生一個什麼 脫胃 醫生會怎麼說 啊 你這小朋友是什麼 先天性 寬觀景 那實在不是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大家都有兒女嘛 對不對 兒子會討媳婦 對不對 女兒會嫁 嫁給你的女婿 對不對 所以他生產的時候 裡面做一件工作 鼓勵他們去什麼 醫院去賠償 另外還有一個任務是什麼 監督啊 不要讓我們家裡小朋友啦 因為 醫生或夫人不小心 造成什麼 先天性 關節脫臼 而造成了什麼 輸在 人生的脐胞底上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今天大家來上課 就得到這個訊息 就知會 你們今天來的票就好 好 還有包尿部 包尿部 不好的也是會造成的 因為現在都是子尿部 只要不用那麼多 但是呢 我發現現在慢慢慢慢 有很多啊什麼 因為環保的問題啦 關係啦 大家什麼 恢復用什麼 尿部 當尿部不換好的時候 就有問題 男生跟女生 換法一樣不一樣 做個媽媽的 不一樣 不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前後 在包前後 喔 因為男生有小鳥嘛 對不對 要包前鳥 女生呢 要包小 厚一點 所以呢 尤其女生 因為放得不好 所以會造成骨盆呢 在成長過程中 造成的關係 喔 當然 小鳥慢慢長大 然後跌倒摔倒啦 或者外傷 骨舌啦 會受到什麼 剛才我選 會造成 黃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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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牽引 有人疼痛啊 去接受物理治療 不然牽引 他沒有牽引好 尤其骨盆的時候 沒有拉好 喔 不會造成長冠姐 黃冠姐 懷孕 大家看過媽媽 懷孕對不對 到六月 到八個月的時候 媽媽要怎麼走路 肚子好大啦 腰痕痠痛 對不對 那媽媽呢 為了要平衡了 兩隻腳都沒拉開 就這樣走路 對不對 是不是像不像 一個懷孕媽媽走路的樣子 這樣子就在我們的 胖關節的開 喔 懸出去 也是造成一個問題 另外生產 症痛的時候 醫生複視了 本來送到廠房去了 本來兩隻腳吊起來 欸 有的是沒有很順利的長相 腳太久了 在胖關節跑掉 這個都是問題 還有呢 我大概都出了 在一五六 歐先生 他發現很多的女孩子 還沒結婚之前 很漂亮喔 結婚之後呢 結果呢 變得比較不健康 他發現也有問題 另外呢 他以為很多女孩子 還沒結婚之前 恩生燙癌 結婚之後呢 變得很漂亮很健康 他發現到 原來 因為晚上的時候呢 夫妻之間的愛的動作呢 都會造成 你狂關節的開掉 如果你本來就外八甲 你知道女體下位的時候呢 你開得更厲害了 但是呢 如果他是X腳 他本來需要把他打開 這因為你做這種動作 你讓他打開 無形狀在做一個治療 所以女孩子變漂亮 還有運動 大家都知道 所謂運動呢 它是什麼 尤其是球類運動 它叫當邊優勢運動 打棒球 打棒球 打什麼球 甚至於呢 打告如球 在座有打告如球 你看一下 或者家族也有打告如球 是這樣子喔 如果你今天打的 技術好的 打的巴士桿好了 巴士桿 回去呢 我們都建議 就環境的 清新的 三倍 240下 這讓你的什麼 骨架造成一個什麼動作 平安骨的動作 這很重要喔 那來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喜歡跳的什麼 有氧不到 中間放一個台子有沒有 One more Two more這樣跳 但你敢保證你每一步 都是完全一樣的嗎 如果有大小步就造成什麼 完全轉位啦 就造成了一個什麼問題 所以 長短腳的位 另外呢 巴雷舞是一樣 巴雷舞是單隻腳 那在抬腳 也會造成右腳 或者左腳腳 但是呢 我相信都是右腳 因為一個團體 跳巴雷舞 有人提右腳 有人提左腳 不像話嘛 對不對 一定是都是單腳 都是提右腳 所以很多 跳巴雷舞 甚至於很多運動 運動健將 都產生長短腳 欸 大家跑運動場是什麼 逆時針還是順時針 逆時針嘛 對不對 當 跑步逆時針的時候呢 你的左腳 跟右腳的關係 就像一個圓規的關係 圓規大家知道 兩隻不一樣長 對不對 圓規那隻腳是什麼 短 短的嘛 外隻那隻腳就長 所以說一直跑 結果把外腳一直往外推推推 那右腳就開掉了 就變成什麼 長腳 大家知道 美國一個很出名的 Butterfly 世界呢 什麼 好幾個金牌 一百兩百 對不對 得清楚 他不信他走 他什麼病走 知道嗎 心臟病突破走 所以說呢 運動員 因為他很會跑 跑跑跑 結果把他右腳弄長 結果呢 就造成他的心臟 剛才我講 右腳嘗試 心肺膜 另外呢 回放也跟應付差不多了 那持重物 欸大家啊 現在尤其很多是雙心家族 很多去買菜都是什麼 利用禮拜六禮拜天去買菜 去買菜呢 你怎麼體會來 有人是用什麼 菜籃車啊 這樣拉拉拉 對不對 欸 你看看我的姿勢 當我用手就拉的時候 我哪隻腳在前面 左腳在前面啊 你一直這樣子坐在前面呢 你的骨盆就什麼 向左邊傾斜 長久下來 你的左腳就變長 對不對 另外呢 如果能用右手 左手拉呢 所以說我建議你們啊 去買菜的時候呢 要什麼 左右開工 好不好 這樣造成一個 就做一個什麼動作 平衡的動作 今天我們講的是平衡的動作 齁 另外呢 去拆買的時候 如果要帶菜籃車的時候 你要用手提 對不對 我都建議你們 兩邊呢 重量碰得差不多 好不好 甚至於呢 女孩子也很多 學生啦齁 都是單肩 有沒有 那是不健康的 單肩之後呢 頂肩都拉起來 身體就會什麼 會傾斜 所以說我的建議 外出的時候 都用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什麼 背包 用背包 背包 怎麼才會平衡 但是背包 不要超過三公斤 超過三公斤 就是什麼 你的身體呢 太重 會向後傾斜了 會造成什麼 腰 喔 腰卡關節 被壓迫了 還有職業病 嗯 大家知道嗎 所有的 醫生裡面 最短受是哪一科醫生 外科 外科 還有沒有答案 牙科 喔 怎麼知道是牙科呢 你想去告訴我 你知道答案呢 沒有錯 是牙科醫生 大家有沒有去看過牙醫的經驗 你坐上去 醫生會第一個工作做什麼 白眼椅子升起來 有沒有 以前呢 古代的時候呢 是用腳踩 機械式的腳踩 這個醫生 習慣用右腳踩 他用右腳踩 他習慣左腳 他左腳踩 那隻腳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下來 那隻腳 老師在踩那隻腳 就變長腳 那現在是用什麼電動 電動一樣啊 用右腳去踩 或者左腳踩 老師用左腳踩 踩那隻腳 就變長腳 另外呢 醫生看你的鴨子 他是什麼 這樣看嗎 是不是這樣看 不是耶 那是這樣子 從你的 右側方 或者左側方 幫你看 不對 結果呢 長期下 你身體不是這麼會 就這樣 身體的彎曲 還有很多的老師 一些 現在白板 以前是黑板 學學學 身體是提的這樣子 還有什麼 很多把貨公司裡面的 什麼 電梯小姐 專櫃小姐 她們都是不正義的 尤其電梯小姐 你看 她要站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那公司訓練她們 一隻腳在前面 一隻腳在後面 站起來很漂亮 但是呢 長期下來 對她的身體是不便宜的 不會造成長短腳 好 來日常動作 日常動作 就是 很多動作 都造成問題 在我們的講 講稿裡面 大家看一下 第十頁 有沒有 因為這些動作 會造成你身體不便宜 剛才我講 左腳腸 會換什麼 消化系統 泌尿系統 跟什麼 生殖系統 嗯 嗯 嗯 這個問題呢 我先解釋一下 這是我們的十道 對不對 下來之後呢 要進到我們屋裡面 這個就叫做什麼 門口 對不對 要到十二子堂的地方 叫做什麼 幽門口 有沒有聽過幽門樓旋桿駿 就是什麼 十二子堂溃洋啊 會溃洋的元兄 羅門維水堂 都躲在這裡 你看喔 如果這個人 他左腳是長 一長的 會往這邊一壓 就造成什麼 他門口 跟幽門口 指壓 另外呢 我們的 小十二子堂 下來之後 這小禪 要到大禪是什麼 這個地方叫盲禪 這邊呢 一上去 就生結禪 無結禪 降結禪 下來 到這裡的時候 叫S結禪 如果你左邊壓力 一擠壓過來 就照你這邊的擠壓 就照什麼 便秘的問題 就整個 還整個壓 另外呢 大家要知道嗎 你的腎上 兩個大小不一樣 有高眼睛 而且呢 中間那個是 你看 動脈 我們腎上呢 他是有一大一小 甚至於有一高一低的 這整個 你看 動脈都在什麼 他的什麼 右側 左側 一擠壓過來 就會受到影響 再來 我們的肺障 左右兩頁是不一樣的 右頁呢 他有什麼 有三片 左肺呢 只有兩片 為什麼左肺只有兩片 我們心臟是在什麼位置上 左邊 中間偏左 不是在左邊 在左邊這個人 變就不對 中間偏左 要正確講話 中間偏左 而不是在左邊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因為偏左呢 所以你的肺障 左側只有三片 兩片 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左肺 左肺 他的比較小 他只有兩片 那個右邊呢 他有三片 比較大 當然呢 他的氣管也不一樣 因為呢 他的右邊 這是他右邊 他的右邊呢 比較大 所以他 這個什麼 他的肢氣管 比較粗 但是呢 這個左邊 這個位 要閃掉他的心臟的位置 所以他比較細比較長 所以說 當你的右側是長長的時候 我這邊一急啊 這邊就受到影響 絕對 心肺障 會影響 不好 你看這邊有寫到 這邊有寫到 心臟呢 我們知道 心臟 他 你的右側 跟左側 是不一樣的 右邊呢 是組什麼 他這邊是什麼 做氣體交換 所以我們全身 所有的血液回來的時候 就回到哪裡 回到你的 右心 到右心室 這樣一直壓 空氣到你的肺臟去 做一個什麼 氣體交換的工作 是我們所謂的小循環 把你的身體 從全身帶回來的二氧化碳 在你的肺臟做一個氣體交換 把二氧化碳丟掉 把什麼帶回來 癢 帶回來 再回來呢 就回到我們的什麼 左心室 回到我們的 帶回來這個 左心室 在這邊看 這個 帶回來這個 左心室 帶回來這個 左心室 就到左心室去 一擠啊 透過這個主帶動物 把血液送到全身去 叫做大循環 那這個就是 葉教授經常講 把你的尺寶 掛在這裡 對不對 把你的血液呢 每一次經過的時候 做一個什麼 磁化 讓你的血液什麼 帶危險線 而不會帶什麼 衰性 大家知道 身體衰性呢 是身體百病之源 那所以說呢 當你的 心臟這邊 受到 右心室去的時候 因為右腳腸 受擠壓的時候 所以你的 那個右心室 右心的時候 比較小 比較小 怎麼樣 氣體 血量就少了 送到肺臟去 做了什麼 氣體這樣外 量就少了 所以說會缺氧狀態 張毅脆氧狀態 也就是造成 心肺功能 不好 所以我們查到朋友 我們的正體 就是衣服療法 它是叫做一個整體療法 它呢 最主要它是在做一個什麼 調整髖關節 所以說今天我們 一個課的主題 在我們的文章上面指 你叫什麼 矯正髖關節 健康的第一步 今天我們要談就是 談髖關節的腳 所以說 你每天要做一個什麼 普世的體操 就衣服療法 它不是 老是幫你調整 而是呢 有很多功課 你要回家自己做 我常常講的Honwork 所以做一個工作 很重的體操 屈身運動 這一個做一個體操 另外呢 兩隻腳綁起來 齁 兩隻腳綁起來睡覺 你們這樣問啊 地震來怎麼辦 有沒有調理這個問題 綁隻腳 地震來跑不掉 對不對 但是我常常說 齁 跟那個代華語的人說 921的時候啊 南斗死了多少人 三千多人 全神死掉三千多人 但是三千多人 有幾個人是綁腳睡覺的 實在講 地震來的時候 你根本跑不掉 當然 也許呢 因為你綁腳動作慢 沒有跑出去 就不會讓什麼 外面 外牆倒下來 把你砸死的起步 很多人反而是 跑出去 就砸死 病毒在房子裡面死掉 齁 所以說 衣服療法還教每一個人做體操 兩邊的什麼 這不是臀 不是臀骨 這骨骨在 相同 通關節 齁 另外啦 還一定要告訴你 只要做一些禁忌動作 剛才第10月大家有沒有看了一下 齁 來 你帶一下看一下 齁 好 這個齁 像 換了這一些動作 你覺得他左腳會偏長 他這樣跪下來 你看 他的什麼 他的左腳是是什麼 壓在他的右腳有沒有 所以